天气方面来关心 梅雨封面逐渐接近台湾 不少地区在今天早上就出现了明显雨势 气象局估这波梅雨封面将会分成三个阶段影响台湾 而其中周四到周六碰上了西南季风增强 全台都要留意可能有豪大雨等级的雨势 更要严防有致灾性降雨的可能 气象专家也分析这是今年第一道典型梅雨封面 具有豪大雨世界梅雨封面的共同特征 通常滞留时间也会比较久容易酿灾 不能钓鱼情形 今年最强梅雨脚步进逼 不少地区陆续下起滂沱大雨 气象专家分析这波滞留封面属于典型梅雨封面 具有豪大雨世界梅雨封面的共同特征 通常滞留时间也比较久容易酿灾 就像去年五月席台的梅雨封面 曾造成全台各地溪水暴涨 多处淹水车辆全泡在水中 不过近年来像这样的典型梅雨封面已经逐渐减少 全球暖化 那么让这个北边的这个冷空气 它的势力其实越来越弱 梅雨封面它原则上也是这种冷暖空气的一个交界面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年 所谓典型的这种梅雨出现的机会去越来越少 久违的典型梅雨封面报道 威力可不容小觑 预估将分三阶段轰炸台湾 周二前西半部各地都可能有短暂雷阵雨 周三开始山区也要注意午后雷阵雨 21号晚间一直持续到周六 伴随西南季风增强 全台部排除有豪大雨等级雨势 气象专家彭启明更表示 当西南季风遇上封面就像天雷勾动地火 可说是剧烈天气制造机 气象局代理局长证明点也分析 这回的雨区会比较连续 降到地面的总水量也会比较多 各地都要严防恐有致灾性降雨突袭 降雨的强度相对来的比较强的情况之下 假如密集度过高 容易造成激烟水的现象 另外目前位于印度孟加拉湾的热带气旋发展中 相当于墙台等级 就怕助攻台湾梅雨封面 带来更多水汽不能掉以情形 记者综合报道